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屏东县连日空气品质不良,尤其潮州镇今天2日下午3点起,AQI超过150达到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红色警示,是全国唯一红害。 上月11月28日傍晚,潮州还曾出现非常不健康的此报,民众苦不堪言。 屏东县地理位置及气象条件为下风处来自上风处及境外移入的污染物因高压回流及大五山地形屏障等因素影响,污染物不易扩散,每年11月至隔年2月空气品质经常不良。 屏东县长潘孟安昨天一日上午在出席一项活动时,也针对空品问题提出看法。 他表示,每个人都想看到蓝天白云,但屏东县许多污染物来自境外高屏西以北等地。 这样的环境对我们不尽公平,以向几个县市政府及环保署新政院反映,应对降低国内的污染源来一起努力合作。 对受污染的地方也判透过法律机制来解决。